很多人的馬路 也說車路頂的三步是那麼多 不過很多生活當中的稍多 率是常常在那裡 很多民眾為了要趕時間 都會直接把這個 歐洲駕駛在河邊公圈裡面的 腳踏車道 根據到新北市政府的統計 一百十三年 頂半年 就一千四百九十幾件 危機 憑九年 是幾三百件的危機發展 為了要保護民眾的安全 新北市政府選擇 對八個車一開始 在河邊 路上 淡水 十字 設科技 執法 要來抓這些危機的 驕車 歐洲駕駛 合併說 現場上有什麼禁止起車 歐洲駕駛可以 到腳踏車道裡面 但是不是有民眾 為了要出時間 沒有過腳踏車的 提示 直接從歐洲駕駛進去 作為騎腳踏車的民眾 跟運動的民眾 都很危險 新北市政府 選擇對八個分開始 在合併說 的腳踏車道 有增加六個所在 有科技執法 來出地危機的車輪 沒有那個科技執法 我覺得還不錯 晚上在 可能在 在這邊走的話 或者是運動的那些人 也會比較 那個 安全啦 就是沒有 基本上都是腳踏車騎這條 啊我覺得設這個 這個蠻不合理的 就是有點浪費錢 因為基本上沒有什麼 摩托車會騎進來 大家都是騎馬路 為了要保護過路人的安全 新北市高坦地工廳管理處 表示對今年 高月分開始 六十四九的科技 一塊的壓力來領危機 根據統計一百十三年 頂半年 就有一千四百九十二驚 危機率 比今年多出三百驚的 危機發展 那截至今年的六月份 我們目前已經開單 告發了一百一千四百九十二件 那較去年平均增加了 約五十件 那我們今年增加六出科技 執法的點 是為了讓運動的民眾 及身障的朋友 可以更無障礙及安全的 通行園區 八月車一開始 分別會在手拿 路手 棟水 實際 還會增加六位科技 一塊露燈 各地處 提起民眾要準受交通規定 那吃法団上座的方法 九百戶的法金 去這裡阿山 正準優 新法報道